第二天,王春娘和林湘带着阿宝去集上买材料,路上总有人问起林湘的事情来。 嫂子,这是出什么事了?怎么都打听我们家阿湘啊? 我听村子里的人说,焦李正家的来地犯了错,然后被焦李正拉回家教育了半天,现在还下不来亢呢,听说是为了你们家阿湘。 这跟我们家阿湘有什么关系?应该是村子里有人乱说话了。 听我公婆说,就是焦李正的亲娘焦婆子,已经找人去算了,看你们家阿湘跟她儿子合不合适。 哎,春娘,我跟你说,看上你们家,阿湘的可不止焦家一家,我小姑子那个村也有人打听阿湘呢,你们家阿湘勤快又能干,人又长得好看,抢手得很嘞。 原来是焦婆子背后搞小动作了,怪不得那天焦李正的眼神一直往阿湘的身上看呢,谢了呀,有空来我们家吃饭。 林湘站得近,自然也听见了他们刚才的聊天。 嫂子,我,我不嫁人,我有个绣花做衣服的手艺,绝对不会吃白饭的,这几天除了下地,我就不出门了。 阿湘,你就是我们亲妹子,你在说什么?我们不干涉,你想留在咱们家里,你就安心住着,啥时候你改了主意想嫁人了?我们就是你娘嫁人,阿宝是不是? 对吧,对吧。 阿宝虽然听不太懂娘亲说的话是什么意思,也跟着瞎吆喝。次日一大早,大家刚吃完早饭。 林湘,林湘在吗? 林湘,我跟你说,李子村的这个条件好,嫁过去了不吃亏。 我这个更好,我跟你说啊。 没想到,林湘的八卦这么快就在村子里,传得人尽皆知了。 连外村的人都找过来,要给林湘说梅,林湘全都拒了。 爹爹,你在想什么吗? 应当是有人在背后折腾。 你是说阿湘的事情吗? 这么多人同时在两天内上门,应当是背后收了什么人的好处,故意制造了这一出。 这么一说,竹花倒是有些嫌疑。 确实,夫妻俩一来一回,已经将事情的本质给看了个透。 可是伯父,他不是应该针对我吗?为何要针对湘姨啊? 你一个丁点大的孩子,没什么好针对的。 他是想给湘姨泼污水吗? 当初我娘独自带她在村子里生活的时候,也有人泼娘的脏水,还有人说我不是江树生的儿子。 别担心,我们见招拆招。 没想到刚打发完那些上门说亲的媒婆,又来了一个。 春娘啊,那些人想娶你们家阿湘,你们没答应吧? 阿平,你带阿宝去玩。 好。 春娘,我跟你说,我儿子啊,年轻有为。 当初我生完他以后,咱们县城啊,闹饥荒。 所以我们家后来几个孩子都没活下来,因此他也没有兄弟姐妹。 你们家阿湘嫁过来啊,就等着享福就行了。 他要是不喜欢来地那丫头啊,我给他们养着。 这林香绣工的手艺是真不错,娶回去了,也能帮忙赚钱养家。 最近上门求娶林香的人很多,我可不能落了后。 婶子,这事儿我们做不得主,得问问阿湘的意见,您既然也了解过。 就该知道,阿湘是个安静的性子。 那你赶紧把阿湘叫出来,我问问他的意见。 我说,娇家婶子,您这这是不是眼瞎啊,您知道这林香是什么人吗?竟然敢娶回家。 你别以为我不认识你,你就是个开窑子的真洁人。 真洁人,那你知不知道,你要找的这个儿媳妇,也是个呆过窑子的真洁人。 你还以为他是个什么干净人吗? 我瞧着你们来提亲的人有些多,想着你们可能会被骗,这才大老远地跑一趟来瞧瞧。 什么? 林香显然也不是个心理强大的,竹花一开口,她的脸马上变得苍白了起来。 王春娘看见林香这反应,心里就也咯噔一下子。 阿湘,别怕,有嫂子在呢。 赵恒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 我上次来赵家的时候就觉得这林香眼熟,说起来,我们小花楼啊。 三年前来了一个姑娘,叫洪秀,接了没两天课,就被人牙子给买走了。 我竟不知道,三年过后,她竟然成了一个良家妇女,真是让人唏嘘呢。 娇婆子看见林香惨白的脸色,不由得愤怒起来。 娇家婶子,怎么,接了两三天的课就不是真洁人了,您这心胸够宽广的呀。 你这个真洁人,亏我还觉得你贤良淑德,想要让我儿子娶你,没想到你竟然这样不干净。 我们赵家有说要跟你结姻亲,你算什么玩意? 赵恒,你们家林香就是一个真洁人,还不让人说了,幸好今天被人认出来了,要不然这种真洁人差点就会嫁到我家来。 你一个女子瞧着文文静静为何如此不干净,竟然跟一堆男人。 此时娇里正带着娇来地,也进了院子。 娇大哥,你家里人这样说话,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,我们原本也未同你们家结亲。 娇家婶子,明日我会去县衙地娇供词,告你谋嘎人命,你在来地娘生产的时候动手脚,造成来地娘嘎了。 这么一说,娇婆子的脸色立马苍白一片。 我们刚来西桥村的时候就听人说,娇婆子和来地娘很是不和,现在看着娇婆子这反应,只怕,真是她动了手脚。 春娘,来地她娘是因为难产走的,我一直在旁边,跟我娘确实没关系。 来地听着自己的娘,好像是被奶奶害嘎的,眼泪不停地往外流。 儿子,我们走。 娇婆子拉着娇里正就往外跑,完全不顾后面的来地了。 婶子,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。 王春娘也跟了出去。 此时,家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吃瓜群众。 诸位大哥嫂子,今日你们就做个见证,前几日,竹花姑娘来我们家跑了两趟,说是要带姜婷去小花楼里当小丝,我们不同意。 她就整了这一出,我妹子远道而来,为人又老实,倘若下次你再想污蔑我妹子,请你带着证据来。 你不是说有人牙子吗?那你把人牙子找来,咱们可以当堂对证。 王春娘,你金口喷人,我什么时候让姜婷去小花楼当小丝的? 你说的呀。 一时之间,大家的唾沫星子都喷到了竹花的身上,见此竹花和娇婆子只能灰溜溜地走了。 阿宝娘,你们是要进城吗?要坐驴车吗? 孩子们,你们说呢? 接上集,回到院子内,王春娘见林香站在那一动不动,手轻轻地颤抖着。 阿湘,我不知道你还在小花楼里受过苦。 我,我不敢说,我不敢同你们说我被人卖到过小花楼,我自己也过不去这一关。 每当想到在小花楼的那几天,我都觉得肮脏,恶心。 嫂子,既然竹花已经认出了我,我不能在你们家继续待下去了,倘若竹花再将王金牙得找过来,那我的身份就彻底瞒不住了。 到时候,村子里所有人都会知道,我就是王金牙买回来的那个媳妇。 她找不到王金牙的? 真的,就你出来的那天,正是王金牙绑了阿宝的那天,我和你赵大哥已经将人给解决了。 所以,竹花就是翻遍整个县城,也不会找到王金牙的。 真的,嫂子,谢天谢地。 阿湘,英雄不问出处,你又不是不知道,我跟你赵大哥都是奴籍出身。 况且,你不是说要养阿婷吗?你人都走了,如何顾得上阿婷? 嗯。 爹爹,娘亲和姨姨在说什么啊?怎么说了那么久? 少管闲事。 哦。 去收拾干粮,下午去县城。 哎哟,爹爹,我们去县城做什么啊? 让你去你就去,问这么多做什么? 哼。 阿湘。 啊? 你绣的东西还有多少存货? 还有不少。 收拾起来,进城。 赵大哥。 我们要去哪里? 货站。 这竹花和娇婆子来闹过,肯定会影响你卖绣品的生意,与其耗在大吉里,还不如去货站。 货站那些人都是采购好东西,再去走南闯北的,边走边卖,价钱也会比村子里高。 原来如此,收拾一下,我们出门吧。 一家人刚关好门,准备赶路。 啊? 啊? 大宝娘,你们是要进城吗?要坐驴车吗? 孩子们,你们说呢? 好啊,好啊,坐驴车,坐驴车。 王春娘给了铜板,一家人正好凑成了一车,向县城出发。 大虎,在货站,我们大概半个时辰,就能把事情办完,跟你的驴车,回来的话,能来得及吗? 半个时辰可以的,我们尽量在天黑之前赶回来。 我听隔壁村赶车的兄弟们说,最近咱们县城不算太平,好像有山匪,专门趁着天黑抢钱,还有烧火棍,我们尽量避开。 山匪? 信崖那边没有要收拾的动静吗? 按理来说,如果山匪闹得这么大,信崖方面不可能不出手的。 那哪是咱们能管得着的事情啊?听说他们是很猖狂,所以我身上都没什么铜板。 到了县城以后,王春娘带着铃香来到了货站,很顺利地就将那些绣品以满意的价格都卖了出去。 你们来的也正是时候,我们的商队马上就要出发了。 你们家妹子这绣工作是不错,妹子做话功夫也不错吧? 嗯哼,学过几年。 一会的东西可多可多了。 那你回去也可以想想有没有好的想法。 可以画在瓷器上。 多谢掌柜的。 他们拿了银子,就同孙掌柜告辞,准备往回走了。 爹爹,我们有银子了。 所以呢? 我们可以买只猪猪吗? 有了猪猪,娘亲就施肥的时候就不用出去买猪响了哇。 我们阿宝可真是太会算账了。 我们家有好几亩地,一头猪拉的怎么能够? 那我也能拉哇。 别跟我说话。 一家人又坐着张大虎的旅车,往村子里赶,一路上说说笑笑,来到了山坡上。 爹,前面好像是有人喀起来了。 不好,前面有动静,说不定是山匪,咱们抄近路走。 抄近路是不行了,这边根本就没有小路,咱们只能躲起来了。 好在这附近有山坡,而且草木长得旺盛,容易躲藏,就算是我家这头驴也能趴下,大家都可以藏得很好。 说完大家就各自找地方躲了起来。 张大虎趴的距离还要比赵家的人远一些。 王爷,我们要不要也往那边躲躲? 没事,在这里不错。 相比较姜亭的紧张,阿宝就舒坦了很多,直接在草丛里趴了下来,从怀里掏出小肉干,安心地砍了起来。 唉,这胖兔就知道吃。 小郭郭,你要不要吃蛙? 很快,那两方人已经打到前面了,一方的确是山匪,穿得也很是粗口,另一方…… 怎么是他们? 竟然是霍站的人,这霍站的人应该是一早就被盯上了,山匪是等在这里截杀他们的。 这群山匪也太猖狂了吧,不行,不能让他们这样得逞,毕竟,林乡的东西以后很大的销路都在霍站。 爹爹,你干嘛不说话? 爹爹,你都不帮我娘亲吗? 再乱动把你扔在这里。 你都不帮我娘亲,你,你不是个好爹。 轩儿,带着吃货下去。 赵轩带着两个小的,还有林乡,朝着张大虎的那个方向躲了过去。 而王春娘已经飞快捡了一堆石子,然后就趴在暗处,开始逐个朝着那些山匪的腿上招呼。 啊,是哪个躲躲藏藏的家伙,背地里暗算老子。 破绽的人既然远行,自然也都有两把刷子。 在王春娘他们的帮助之下,山匪很快就呈现出了颓势。 夫君,差不多了,我们走吧。 离开的时候,赵衡偷偷地将阿宝的小布袋子扔到了草丛里。 夫君,放心,不会影响小吃货的。 你不要给阿宝乱取名字,让他听见,他又得跟你急。 张大虎丝毫没有发现王春娘夫妻俩动过手,桥间太平了,他赶紧拉着驴车带着大家往村子里看。